零分零助攻三失误,太子也运球过不了半场,打了六分钟就让杜丰轰下来北京时间8月15日,2018年斯坦科维奇非洲季篮球赛,在深圳继续进行,中国南篮篮队迎来本届赛事的首个对手曾篮篮篮,双方在常规时间打平,中国南篮篮队加实赛中,凭借胡明轩最后时刻的关键三分,最终以87比84战胜分篮, 中国南篮篮队取得开门红,由于一见联,郭艾伦这样的核心球员还没有归队,再加上篮队又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伤病问题,像里根、高诗炎、余德豪、岑令旭、克兰白克、李小旭等球员,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,这使得目前这支中国南篮篮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,而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整体势力和战斗力, 昨晚比赛的上半场中国南篮篮队打得并不好,和中国南篮红队流畅的进攻相比差得有点远,毕竟红队有周琦和丁燕宇航两大王牌坐镇,在分篮篮篮既没有出众内线,外线表现又不佳的情况下, 南篮篮队打得磕磕绊绊,球队的进攻打得极为不顺畅,三分球也频频打铁,虽然南篮篮队获得了胜利,但他们暴露出的问题却并不少,比如后卫线整体实力偏弱,除了无钱之外,其他后卫线球员能力都很一般,缺乏稳定的表现, 尤其是四国赛前刚刚从国奥条上来的阿尔斯兰,在联赛三分球和创联球队上能力还算相对不错,此意,替补出场的后卫阿尔斯兰表现却,令人失望,阿尔斯兰来自CBA81队,是名帅阿德江的儿子,昨晚对阵芬兰的比赛他替补出战,在场上却显得碌碌无为,短短6分30秒内一分未得,只有一次三分出售还搭铁, 还没有助攻,却送出了全场最高的三次失误,第二节结束前还剩四分多钟,阿尔斯兰后场持球过半场,面对对手的紧逼防守愣是没有办法,扎载两个人中间连球都出去,脚下动作有点碎,被裁判吹了走步,最后没能过半场,在这次失误后,主教练杜峰立即将其换下,伺候载也没有给他机会,阿尔斯兰在场的这段时间, 芬兰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,从落后7分到反超比分,扭转了场上的不利局面,在此前于伊朗南兰和斯洛文尼亚南兰的系列热身载中,南兰队担任主力空内的于德豪,以及后卫线上主要轮换球员高施岩相继受伤,无法出战此后在吉林进行的四国赛,除了高施岩和于德豪, 可兰白克也因为伤病无法出战,如此一来,在中国南兰出战四国赛之时,杜峰不得不临时征召李小旭,周湛东和阿尔斯兰三名球员入队,才算凑齐了一套先发和轮换都较为完整的阵容,不过之后他也没有太多的出场机会, 胡明轩大部分时间在空位,如今在有限的出场时间还不能把握机会的话,杜峰接下来会不会再用他就很难说了。